你怎么现在会出舌头了 对 他跟我学的 嘿 大家好 这一次的走吧宝贝 我们来到了日本的伊士 伊士是一个很小很安静的小城市 它是四面环山 但是离海边又不是很远 所以有很多日本人 他会选择来这么度假 我们这次在伊士 也是住了一家民宿 那租的是一个小小的日本的套间 大概也就三四十平米吧 三十个平方吧 挺小的 我们在伊士住的家庭旅馆 一个简单的厨房 客厅 猪宝宝 我的猪宝宝 好看好看的猪宝宝 他的设施也非常的简单 厨房非常小 幸亏我们自自带了 那个Moffay的多功能锅 所以做饭还是比较方便一些 是的 挺好吃的 你也想吃是不是 我好 嗯 你吃手就好了 那其实在伊士的民宿的选择并不是很多 那像我们住的这么小的一间呢 就一个晚上900多人民币 其实还是相当贵 好贵啊 那好在这个民宿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附近就有一个伊士内功横接 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可以吃 它们都好好小吃 这么小一个 煮的是一个地鱼 三个是600煙 它们是这样煮的 这就是 我闻到的那个 糖 糖 糖 酱糖的味道 这就很日式的那种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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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在打那个红豆沙 纯手工 找个地方做一下 你这哪里拿呢 我觉得这个好特别 它外面是红豆泥 然后里面呢好像是那个糯米做的面包 它是反包的 它是反的包的 对 跟中国这样的 然后里面呢好像是那个糯米做的面包 它的那个红豆泥倒是非常甜 挺好吃的 好吃 好特别的味道 里面是有豆 哦 对 它有种豆子的香味 特别的滑 哇 如果是秋天的话就非常漂亮了 这里 嗯 钓鱼在日本非常的出名 这次呢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秋冬季节 是钓鱼最肥美的时候 对 那我们就专门去找了一家当地比较有名的钓鱼餐厅 去品尝了非常著名的钓鱼茶饭 哦 茶泡饭 钓鱼茶泡饭 对 茶泡饭 嗯 关键很好 你好 二人 我拿翻译文件翻译一下 它这个一拍照就可以翻译了 很方便 有大马哈鱼糕 嗯 但它翻译有点错位 翻译第一个就翻译错了 钓鱼是钓鱼 好搞笑 翻译成什么鬼 我们第一个孝星 你可爱的时候我醉了 算了还是靠你吧光哥 还不如靠我来点 今天我们来到就是这边特别推荐的一家老店 专门吃钓鱼的 然后点了一些这边的特色菜 有一份这个钓鱼自身 还有一些钓鱼的皮也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一个是这边很有名的钓鱼茶泡饭 看起来很古典 一份天妇罗 还有一份烤那个马娇鱼 然后呢 这一杯是三重县的自产的米酒 嗯 哇 好爽 好 那我们来尝尝尝这些吧 先吃一块这个钓鱼吧 妈妈抱着你吃饭呢 你怎么现在会吐舌头了 对 他跟我学的 因为我教他 你教他这个 我教他吐舌头 爸爸好的不教 你教你吐舌头 不好 不要吐舌头 好 哈哈 那 以示呢 是我们这次日本之行的最后一站了 那这一次我们在日本带着两个多月的宝宝 移工旅行了三个两个礼拜 那这两个礼拜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吧 对 我觉得日本呢 还是比较适合亲自旅行吧 因为日本这些配套的母婴的设施啊 还是比较想的比较周到 然后呢 那个你去乘坐公共交通啊 都还算便利 对 都还可以 而且也是相当卫生干净的 是的 那日本人呢 我觉得对小宝宝也是非常的友好 对 对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kawai 对 但我觉得有一点不太方便的是 语言还是沟通不是非常的顺畅 对 大部分日本人不讲英文 对 而且呢 日本的话呢 就是因为不能自驾嘛 都要选择公共交通 在这一点上呢 还是会稍微有点麻烦的 那下次呢 我们会选择去泰国亲卖 在亲卖我们会尝试一下自驾 对 那到时候呢 开支车应该会更方便了 也敬请大家期待我们的亲卖自行 拜拜 拜拜 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